在飯店check out的時候 我發現我們被要多付一筆 大概是344塊美金 王紅厚厚在拉斯維加斯住飯店 拿到帳單不敢置信 快發現說 這個是我們的那個mini bar的費用 它那個mini bar有那個感應的東西 你只要把一張拿起來 就付錢帶大家看一下 我們的mini bar長什麼樣子 就是這個 就長這樣 看 你就糗了 一個可樂的 我們都沒有喝好不好 拿起來 12塊75美金 360塊 飯店房間內的冰箱是感應室 只要動過就會產生費用 挪動一瓶可樂 代價是12.75塊美金 台幣約390元 挪動花胡刀 代價是34.75美金 台幣約1100元 三天下來 浩浩得多付1.1萬台幣 他們還是覺得我有喝東西 可是我跟他們說真的沒有喝 你可以上去看我一罐都沒有喝 飯店的那個櫃台他們說其實旁邊有告示 但是我們並沒有特別去注意到那個告示 這樣賭成他的競爭非常非常激烈 所以他會把這些游泳池或是健身房的一些設施費他把它移出來 然後讓你搜尋的時候看到說好便宜喔 拿起超過二十秒就會收費 價格也是一般的兩到三倍 而是馬來西亞需支付觀光稅 但金額不會出現在訂房網 也只收現金不能刷卡 得注意現金足夠 還有日本常出現的no show狀況 若是深夜班機 得先向飯店確認 以免飯店把房間給了別人 旅遊注意飯店沒腳 別吃了虧 找了信 關起來人關起來 嗚呼 三星新聞靈良心靈無信 台北島